然后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内部的观赞交易的抵消 那么这个呢它其实和我们啊 那个存货那个其实很像 只不过的存货呢 说卫生内部交易损移 它的实现靠什么靠销售 或者靠这个跌价 对吧 因为跌价部分呢就属于卫生交易损移一个实现 那销售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讲是其实稍微有点别扭于两种情况 而内部交易供应资产这个呢 因为它是长期使用的 那主要靠什么靠折旧来实现 它的那个卫生交易损移啊 这话 所以相对来说 比那个存货那个呢 就好理解 那相对好理解啊 这话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话 就是内部交易供应资产 它有抵消的基本要求 另外 首先咱们说 对于这个内部的供应资交易抵消 我们其实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纯粹的供应资产的不销 就这个啊 说这个在卷内 在人家原来那里也是供应资 在新的那里也供应资 另外 这么一个 还有一种呢是商品购销 也就是 这类交易在人家原来那里是它的存货 商品 卖在另外一方那作为供应资产 那这么两种情况 那首先第一个 说内部的供应资产的变卖的这个交易 A的供应资产卖给B了 但居然内的 那对于这类的 咱们也是抵未实现交易损移 但是呢 内部供应资产交易 那在什么 供应资产清理走资产出入损移 所以把这一部分来抵掉啊 把这边抵掉 因此抵的时候 那对于未实现交易损移的 借资产出入损移代空资产 抵这个啊 抵这一块 因为呢 对于卖那方 它是供应资产清理 然后走资产出入损移 所以把这一部分 作为未实现交易损移 抵进去 因为我的供应资产卖给你 咱是一家的 等于你领我供应资 你领我供应资呢 其实就评价资产逐得了 但是由于咱们两个是在各自报法角度来说 你做买入 我做卖出 所以我这有损移 对吧 所以我这里有个资产出损移 而你那里呢 那买价包含着我这个资产出损移 所以我们在和平层面做这么一个抵销 对吧 也可能做向盘盘录 就如果贷是资产出损移的话 那么咱们底下做借 如果是借资产出损移呢 咱们底下是贷 这一种 对吧 然后同样的 比较内部交易行存货 存货未销售的规范 比较那个 对为谁内部交易损移 对和平层面所得税影响 来考虑 一样的对吧 对这部分所得税影响 那么一样 你这样紧完之后 咱们却跌损资产 却所得费 那跟这存货是一样的啊 这块 那第二种 说集团内部产品 是要给其他企业 作为公资产来交易的 那其实是什么 我的A商品卖给你了 你呢 作为存货没卖出去 抵掉存货中 为谁交易损移 现在呢 我的A商品卖给你的 你作为公资产 你当然不打算卖 那么抵掉你公资产 价值当中 包含着为谁交易损移 所以这个抵收 抵收入 抵成本 对吧 我的收入我的成本 然后抵掉为谁交易损移 对资产价影影响 抵的是公资产 公资产原价当中 包含着的为谁交易损移 原来同样的 抵那个所得税的影响 那一样的啊 那么借铁损资产 代存费 那这块啊 咱们说不管是哪种情况 这块都还容易 其实跟存货 我东西卖给你了 没卖出去 是一样的 只不换个名而已 换个名而已 但是呢 有一点不同 存货呢 它是什么呢 是内部使用耗用 或者是对外销售的 所以呢 它的流性比较强 公资产呢 是内部长期使用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一般来说 一般情况 它不是说 我是把它卖掉 而说什么 是长期使用 那通过折旧 来对这个 卫生部分加以实现 所以呢 一会儿啊 咱们需要 对它实验部分 还要单独考虑 就得折旧部分啊 那然后先说原值 这部分 看一下 说母公司 个别认识表当中 营业收入 有1500万 所以它向 子公司 消息上的设备 取得收入 这个设备成本 下 对吧 售价1500 子公司买过来呢 是作为 公司产的核算的 那么这个设备 1500 然后呢 咱们假定 12月份 勾入投入使用 当月 媒体折旧 对吧 那这公司产原案中 就包含这300万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那假定所要税率 都25% 未来有足够的 应该所得 去利用那个 科技折旧差异 不搞下因素的话 那么 像这类的抵消 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抵收入 抵成本 将固执案中 包含着 未实现交易损益 抵掉 所以抵的时候 抵收入 母公司的1500 抵成本1200 比公司在 原案中的300万 然后呢 这公司就 还成1200了 对吧 还成1200了 但他的计税基础 是1500 由此形成一个 可抵抗30差异 300 券跌随资产 借跌随资产 带随费 这个 其实这和存货 那个说 没外出去 是一样的 在这一块 在这里一样 只会换个名 叫公司赛而已 然后咱们看一下 合并公司 抵抗 这个简表 就这样的 母公司收入1500 成本1200 子公司呢 是公司赛1500 12月份的 对吧 汇总起来 简单相加 抵完之后 收入点1500 变零了 成本1200 变零了 公司赛 抵了300 变多少了 变1200了 变1200了 然后在合并层面上 全监损资产75 减少索税费用75 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其实这类的 就比较清晰了 变成什么 我总司领用了 你的一个商品 相当于什么 从你的空的商品 存在中 转为公资产 这样一个 但因为继续就发生了变动 于是我们产生一个 跌索税的影响 这样一个 好了 那紧接着咱们说一下 这个折旧的问题 说刚才那个例子 没有折旧 如果有折旧呢 那我说了 内部交易型的公资产 那个折旧 实际上就对 未实现交易损移的 实现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注意 对内部交易型公资产 那么对内部交易损移 影响 具体的折旧部分 要抵消 所以抵消其实 对未实现交易损移的 实现部分 未实现交易损移 咱们是抵掉的 对吧 是减掉 那么实现呢 就要加回 所以这个注意 咱们来分析一下啊 说对于公资产 这个提折旧的基数 购买企业最高的价 按取得成本 内部交易价格 对吧 而呢 在恒不高的层面 还原之后 变成什么 内部交易之前价格 所以这差额 就是内部交易的 未实现损移 对吧 提折旧 实际上对这个 未实现交易损移的实现 所以对这一部分 逐期去实现啊 这话 所以怎么办 咱们说 当时底是贷工资产 对吧 借收入 借这个贷成本 贷工资产 那叫抵消 实验不能加回 所以就借工资产 实际折旧 贷管理费用 贷管理费用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 但如果你就价值低的话呢 那咱们做现场换录 然后分一下这个 折旧这份索税的问题 贷管理费方 个别报表层面 它是按照 内部交易价格 确认的公资产成本 按照内部交易价格 确认的基础基础 如果折旧的年限 方法 什么没有差异的话 那么快上 睡法上没有差异 不顺利这些索税 而合并报表层面呢 对这个内部交易的公资产 做了一个价值还原 所以价值是 什么 原来的那个 但据基础呢 还是内部交易价格 由此导致快的折旧 睡法折旧是不一样的 由此 这个折旧这部分 产生自然差异 所以 对于合并层面 自然差异 在合并报表层面 满足条件 确认 也总是影响 那这么一个啊 这样一个 所以 对这部分折旧 对所事影响 也要确认 借电损资产 带所谓费用 或者是相反的 相反的借所谓费用 贷 借所谓负债 或者相反 一般都是第一种情况啊 一般都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 在这里面 咱们为了方便啊 就是 咱们就假设 说内部交易型的公资产啊 多提到这个折旧费用 这个抵消 抵消时候呢 咱们假定这个折旧啊 是进 管理费用 比如说这个公资产 是管理用的 那不然的话 咱们还要考虑 进入存货成本 然后呢 再考虑成本销售问题 相对复杂一点 咱们先简化一点 简化一点 看个例子 A是B的 控股 控股司 A公司 21年30 注意事件啊 30号 将自己商量的产品 交给B公司 作为公资产使用 A公司 销售产品 收入1680 成本一千 B公司呢 对1680 买来了 作为公资 入账 然后B公司 将这个公资 用于公司的行政管理 只有年限四年 预予禁残值为零 这样一个 注意啊 在这块 那讲用税法规定 说这个设备啊 职业法提折旧 只有年限四年 预予残值为零 然后说已知 A B所税率都25% 为了且有足够的 影响所得额 来利用可求 暂差一 不搞其他因素 那在这里 咱们来说 编辑销 首先呢 原值肯定包含 卫生交易所义 先把底调 对吧 所以借盈业收入 1680 带盈成本 一下带公资 原值不翻 卫生交易所义 480 原值 对吧 然后呢 对这个不翻 咱们就要考虑 所有税影响 一定要都 咱们一步一步开 不要混到一起 这部分考虑所税影响 那1480 到25% 借跌损资产 带损费用 这和存货内科 一开始一模一样的 只不换个名 叫公资产 然后 它怎么实现呢 卫生交易损盈利 实际 怎么实现 通过折旧 对吧 所以这480 影响折旧的那部分 是时间不翻 对吧 那这个 当年多少 当年是9个月 所以480 除以 四年 然后呢 乘以呢 什么这12个月的 对吧 所以480 除以48个月 乘以当年9个月的 所以这个 就是 折旧这部分 等于实现部分 对吧 前面是未实现 咱们把它抵掉了 实现部分 其实需要加回的 多少 90 90啊 当年可实现的90 所以 借公资产 实际上是累折旧 但是90 等于实现了 带管理费用 90 那对于这部分 的索税影响 一样的 对吧 因为你 卫生交易所 影响索税了 你实现部分呢 也有影响索税 所以90的25% 22.5 借索税费用 带跌损资产 实现部分啊 这样一个 所以这话 还比较简单 对吧 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个时候 和平工作第一稿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全年的 那么 母公司收入 1680 成本1200 子公司 在这话 管理费用 315 管理费用315 什么意思啊 当年 子公司提的折旧 所以简单汇总 简单汇总完之后 抵收入1680 抵成本 1200 然后抵管理费用 因为折旧的 那个 是90 90 所以是什么 225 对吧 带那个管理费用 225 对吧 没完 再发表上 再发表上 子公司这公司案 期末是1365 1365 其实是什么 注意 其实它是 原值1680 但是提了315的折旧 所以是1365 简单汇总1365 然后对于这话 公司案 首先 这话啊 原值包含 危险交易损移 底调480 代方 实现就通过折旧 实现部分加回 90 借方 所以之后 抵完之后 剩了975 所以呢 原值危险交易损移 480 底调 折旧相当于实现的 那部分加回 最后剩了975 然后跌锁税 跌锁税这话 有两个部分 一个原值影响 跌锁税的 借跌锁资产 一个折旧实现了的 那么冲回22.5 所以变成97.5 变97.5啊 这么一个 这是呢 咱们来说一下 那这个第一年的情况 第一年 然后以后 因为公赞是长期使用的 所以呢 公赞 内部交易型公赞 它账上是一直带着 这个卫生交易损移的 然后呢 一直通过折旧来实现 所以后续处理 一直秉持这个原则来走 对吧 首先第一步 抵掉原中卫生交易损移 是以前年度的 调以前年度 所以调啊 重量 那么当年的 咱们就抵收入 抵成本 对吧 那说以前年度 形成的呢 抵微分利润年初 对吧 所以对原值中 包含着的 以前前的 卫生交易损移 抵消 那么代工赞 减少 对吧 减掉的 那么 借微分利润年初 借微分利润年初啊 那这原值中 包含着 微生交易损移 然后呢 它的所需影响 所需影响 那注意 借跌随资产 代微分利润年初 那这个 都同步处理 然后 它是通过折旧来实现的 那这折旧 就要分 以前年度的折旧 和本年 折旧 对吧 那以前年度折旧 这话 那么咱们注意 咱们相当于实验部分 把它 还原回来 对吧 所以 借工赞累议折旧 代微分利润年初 然后所需影响 那么借微分利润年初 代跌随资产 这以前年度折旧的 然后本年 提的折旧 属于呢 微生交易损移 那实验部分的 那么 对于这一部分的 借工赞累议折旧 代管理费用 代管理费用 然后这一部分 所需影响 一样的啊 按20%来做 那么 借所需费用 借所需费用 代跌随资产 就是前面 你微生交易损移 影响了原值 然后我们通过折旧 逐渐的什么 去实现 所以原值呢 是减掉的 对吧 折旧呢 就要往回家 再借方 对吧 那原值影响了 跌随资产 那通过折旧 一起实现了 什么什么 调 那这个调解 垫随资产 对吧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了 那咱们接着 历史 说B公司 22年 戈比资产 发表中 这公赞原价 还1680 来于折旧 725 对吧 包括上一年的 包括 当年的 对吧 最净值 945万 那这项 公赞在 当年的 折旧 是420 上年 325 对吧 然后 二年 年末 被恒命报表时 咱们说 首先 原值的 为谁交易所疑 480 代公资产 原值 借微分之日年初 对吧 所欺影响 借跌随资产 代微分之日年初 都对应来的 对吧 然后折旧 折旧呢 那么分 480的影响 影响 上年的 和影响本年的 对吧 要上年的是90 借 加回来 对吧 借公资产 累移折旧 代微分之日年初 所欺影响 那么 代电随资产 减少 借微分之日年初 这是这一块 对吧 紧接着 本年的折旧 受 那就本年折旧 实现的 那未实现交易损移 那个 480的影响不快 好了 借公资产 累移折旧120 代管理费用 对吧 因为原值 未实现交易损移 咱们减掉啊 折旧实现 就加回 对吧 所以借公资产 120 代 那管理费用120 然后对跌随资产的影响 那么就 代跌随资产 30 借随费用 其实这很简单的 对吧 就是 其实这个 比咱们存货那个 容易 比存货那个 就是未实现的多少 然后通过折旧实现多少 未实现的资产嘛 减掉 代方的 实现的就加回 对吧 然后未实现的 一样跌随资产了 实现的 就减少借随资产 然后分一下是哪年的 就完了 所以就这么一个意思 就这样一个啊 所以这个时候 合并空的底稿当中 那么你看 利润表下 子公司 今年 提 就这个问题啊 提420万的折旧 对吧 进管理费用了 然后呢 底的时候 本期实现部分 未实现交易损移影响的 120 那调整之后 乘30了 所有人费用呢 这里多少 本期的对吧 本期的不是以前年度的 所以本期的就30 那么 革命数30 那公司产呢 一样的对吧 一样的 945 就是期末的余值 然后 抵消分路 是这样的 原值是未实现交易损移 原值的 那未实现交易损移 实现的两个部分 上年折旧 实现的 加本年折旧实现的 两个部分 加回 所以减掉未实现的 加上实现的 然后跌随资产 那么 注意 原值影响的是120 折旧呢 90的 那么对应22.5 转回来了 120对应的30 转回来 这样一个 未顺利润这会儿呢 一样 对吧 原值影响 未顺利润年出的 对吧 那么折旧影响 未顺利润年出的 然后呢 跌随资产 影响未顺利润年出的 然后呢 这个折旧90.25 这个折旧90 影响 跌随资产 22.5的 为什么 零年出的 这个关系都搞明白 那么无形资产这块 却比较公司资产 就可以了 无形资产这块 那咱们就不用再举例 这咱换成无形资产科目 没这个必要了 没这个必要了 算明了 那这是内部交易 那么是公司资产交易的 不是存货的 其实呢 它的理解难点 依然是在存货的 存货理解 其实公司案 就比较容易理解 它比存货简单 比存货简单啊 这块 这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内容 然后呢 关于这个债群债务的 抵消和现流量的抵消 这块 那其实这类的话呢 相对更为简单啊 这个债群债务抵消 这块 当然呢 这个债群债务这块 稍微注意一下呢 咱们作为金融工具 投资那块 有个特别性 剩下的都比较简单 此外现流量抵消呢 我们只要稍微知道一下就行了 稍微知道一下啊 那首先咱们说 内部的债群债务的抵消 这好理解对吧 内部母子公司 母公司 签子公司 子公司签母公司的 这类的抵消 其实比较容易 但咱们注意啊 它不止限于这些啊 这块 首先咱们说 合并报表 编的时候 抵消内部债群债务 报什么 应收应付 对吧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应付标具 然后注意 债权投资和应付债券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对吧 又是 内部 那集团内部 某公司发行的债券 然后呢 说集团内部 其他公司买的 作为债权投资的 这个需要抵一下 这个因为特殊 因为债券投资呢 可能作为什么 债券投资 也可能作为其他债券投资 甚至有可能 有的作为交易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比较特殊啊 咱们主要做 其他债券投资 那角度考虑 这要注意 再有内部的 强应付 强应付 这个抵消 对吧 那么咱们说了 对于个别报表下 你能不能都可以确认 没有问题 但在很报表下 那么个别报表这个 直接简单 家族重复计算 就要消掉 所以需要将内部的 债权债务项目 予以抵消 对吧 就是一方作为债权资产 另一方作为债务 那这样一个 那么不能重复计算 不能重复计算 对吧 就是只有对外的债权 才是债权 内部的 只是内部资金流动 就相当于什么 我们这个债权 对吧 这个资金 从A账户转到B账户 但都是我自己账户 那这个不算是什么 债权债务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要抵掉的 对吧 那对于这个内部往来款的抵消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对吧 像内部的应收应付这类的 应付票据应付票据 那前应收前应付都一样 对吧 那抵的时候 按其余额 期末余额 不管是哪年形成的 我不管是哪年形成的 是去年形成的 今年形成的 前年形成的 按期末余额来抵掉 所以这个必须是双方要对账的 对吧 双方要对账 对吧 那就是贷资产 借负债 贷应收 对吧 借应付 就可以了 那不管是谁应收谁 谁应付谁 只要是结合内部的 都是贷资产 借负债 这样一个 但是紧接债权 提换用准备的 那你说 我债权都抵掉了 换准备肯定也不存在 所以把换用准备抵掉 那把换用准备抵掉 那么注意 借应收贷准备的损失 比方一 你提的时候呢 是什么 借准备的损失贷 换用准备 抵的时候 做相反录 然后同时 你如果提了 换用准备了 就产生一个跌索备影响 如果你确认了 咱们需要把它抵掉的 对吧 所以是什么 贷跌损资产 更不要确认的 我们和平层面 把它抵掉 贷跌损资产 借索备费用 借索备费用 所以到这儿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我们这所谓的抵消 为什么有点反应不过来 就是你可能反应不过来 个别报表下 怎么处理 我们合并报表 已经不再讲 个别报表怎么处理了 这话 对于这个 我们马上就知道 个别报表处理结果 然后才能抵掉 对吧 才能抵掉 比如说 各位报表 我提换用准备了 然后我去跌损资产 何必呢 把换用准备抵掉 对吧 把这个债权抵掉 那么跌损资产抵掉 是这么一个思路啊 所以其实 报表 合并报表难 难在哪 难在你对个别报表的账务处理 熟不熟 你那个要熟的话 比起来是飞快的 对吧 然后 那咱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这所谓的差异 总要分析一下 对吧 各个层面 对内部的应用账款 提换准备 产生可求账差异 办法条件 千万跌损资产 对吧 合并报表层面呢 内部的债权账务抵掉了 坏准备抵掉了 没有差异了 所以不确战 因此 对你内部的应用款项 他的坏准备 产生的地野所需的影响 合并报表层面 这要给他抵掉 你给我劝呢 合并报表不认了 这么个意思啊 其实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思路 咱们呢 比较一下 举个例子 说奖司是A的 母公司 本期各别资产发表中 应收有550万元 是应收A的 对吧 其实呢 应用账款呢 其实是600万 提了50万换上准备 应用票据呢 有390 对吧 其实呢 就票据是什么 是400万 提了10万换上准备 对吧 那换句话说呢 在那个A那呢 是应付 对吧 应付600 应付400 这样一个 那么抵消的时候 咱们说 什么 借负债 贷资产 对吧 所以编的时候 把内部的债生债务 都要抵掉啊 然后内部的 债生债务的 换上准备要抵掉 那换上准备抵掉了 他跌所税 也要抵掉 所以首先 内部的债生债务 抵掉 贷应收 借应付 对吧 然后贷 那票据这块也一样 贷应付票据 借应付票据 然后换上准备 一共当期提了多少 60万 对吧 现在把它 抵掉 提的时候 借 信用减券损据60万 贷呢 换上准备 对吧 一个是应收 那票据的 一个是应付账款的 现在呢 把它还原回来 所以 借应付票据10万 借应付账款50 贷应付账据 损失 那么这个信用减券损失 这块 引起了 咱们说 应收账款 有票据的 快据和税务的差异 对吧 那满足条件 个别保险 就这个差异 确认了 第一眼所得税影响 对吧 现在呢 把它冲回去 对吧 所以调整 换上准备的 所得税影响 那么 带跌随资产 借所得税费用 因为你个别保险 就这个差异 你确实是借跌随资产 带所得费用 和平中 把它冲回去 把它冲回去啊 所以这个 也比较简单 对吧 这样一个 如果连续编 合影报表的 连续编的时候 那么其实也不难 对吧 首先 每年年末 内部的应收应付的 余额都要抵掉 不管是哪一年的 直接抵余额就完了 对吧 所以带应收 借应付 然后 说如果有换出准备的 那一样 对吧 那么说 换准备 有上期提的 那对微分利润 要有影响的 把它抵掉 对吧 所以是借 那肯定换准备 在应收这边 对借应收 对吧 带微分利润年初 同时 其实考虑什么 索税影响 对吧 这部分 换准备影响上期的 这个应收了 影响上期点索税的 那么注意 带电随资产 借微分利润年初 这样一个 然后再看本期的话 本期内部的债务 他换上准备的 变动情况 予以抵掉 那本期 集体的话呢 现在 冲回 借应收 对吧 带准备的损失 这样一个 然后对这一部分的 索税影响 也要抵掉 这部分索因啊 但如果本期减少呢 要做项目团录 就行了 然后换上准备 变动高 对索税影响 那么是带跌随资产 跌随随费 所以这个都简单 对吧 都简单的 这么一个 好了 那说完这个呢 咱们说内部的债券投资 和发生债券的 一面发债了 做一份债券 一面呢 做投资了 可能作为债券投资 或其他债券投资 这个理消 对吧 那么注意 这就是一个金融赚 一个金融负债 对吧 那么咱们说 首先作为债券投资的 对吧 那么带债券投资 或下债券投资 借 应付债券 那么按这余额底调 按余额底调 这一般情况 对吧 但有的时候 会出现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我投资方 我所持有的 极端内部的成员企业的 发行债券 不是直接从他那买的 从第三方那买的 所以这回就有一个 一价的部分 对吧 就价格并不是 你那么发行价格 那在这个时候要注意 那么投资方中 债券投资和发行债券的 应付债券抵的时候 有差额的 差额抵 投资收益 或财务费用 抵投资收益或财务费用 这块 这么一个 然后 那个说完之后 说投资方 对投资 确认的收益 和发行方 确认的利息 发行方那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债券 简直我这 做财务费用了 投资方呢 是做投资收益的 那这个要抵掉 对吧 那是什么 财务费用 借投收益 把它抵掉 然后把它抵掉 那注意啊 是就双方 公共确认那一部分 对吧 那如果 投资方 是把这个债券投资 作为其他债券投资 那除了说 咱们有台语成本 那部分之外 其他债券投资 还有供应价值变动的 那现在咱们把债权 都抵掉了 就其他债券投资 都抵掉了 它供应价值变动呢 也不能留 所以要把它抵回去 对吧 因此 抵消供应价值变动 影响 借其他东受益 带其他债券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那这样一个 或者是向外贩路 抵消影响 抵完影响之后 注意 对这部分所是影响 你各位把我确认了 投资报表 把它冲回去了 对吧 所以是借跌随负债 代价投资仪 或者呢 向外贩路 但这类的 咱们 终极一般不太涉及 一般不太涉及啊 就是你要知道 发言方怎么处理 投资方怎么处理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抵掉了 多余带出那些东西 都要把它抵回去 就行了 这债券债务的话 这不难 然后呢 关于这个合并限量量表 对于这个呢 咱们就一般了解一下 毕竟咱们终极要求 不那么高啊 这话 那首先 别合并限量量表 是应于抵消处理的项目 那其实这咱们前面讲过啊 提过 说既然内部 当其以现金投资 或收股权所增加投资 产生限量量的抵消 对吧 那一个是我先投进去了 一个是收到现金 筹资的 那这里要抵掉 对吧 那其中 注意 如果摩斯是从子公司手中 去购买所持有的 其他企业的股票时 那么 抵什么 子公司呢 是收回投资 收到现金 摩斯呢 投资所支付现金 把它抵掉 明白 那如果是摩斯 内部的肩流 如果你做那流入的 对方做流出 现在呢 反向来做 给它抵掉 也要啊 这么一个 那再有 说既然内部 以现金结算的债权债务 产生现金流量 那现金结算债务 这块 它也有什么 啊 金活动这块 对吧 在金活动这块 一个呢 是收到的 一个是呢 支付的 予生金活动有关的 那么注意 对于呢 说这个债权债务 属于母子公司 从相互之间的 销商品提供劳务的 那底的时候 一个是 购买商品 债务务所支付的 一个是销商品 提供务务所收到的 这一种 对吧 那如果是 其他往来的 就是其他与金活动有关的 对支付 其他与金活动有关的 和收到 其他与金活动有关的 比较 对吧 那再有 说 其他内部 当期销商品 所产生现金流量 当你销售的时候 那这个 如果啊 这个销售商品 没有行公司资 再也供成无资资的 那就纯粹是金活动 这一块 那是还一样 购买商品 这一块 就劳务的 和销商品提供务务的 那如果是 内部销售工资资 长期资产之类的 那在地工程 工程物资啊 那么一面 注意 有一面就是什么 投资活动 对吧 另外一面呢 是金活动 那这手底的时候 注意 是购建工资资 无资资资 和其他长期资资 所支付的 和销商品提供务务 所收到的 因为一面 他说我是作为 我自己的 让金活动 另外一个则是投资活动 那把这部分比掉 那 此外 说内部工资资 处置这类的 所收到的现金金额 和购建工资资 所支付的现金 这个抵消 那么注意 这两个都是什么 这两个都是投资活动 对吧 你只不过 一个是投资处置 一个是进行投资的 最底的时候 是处置 工资资 文资资 其他长期资 所收到的 和购建工资资 文资资 长期资 所支付的 对吧 所以你看 咱们这个都是这样的 怎么一个 贷是收到的 借是支付的 对吧 意志这样啊 然后再有 对于合并先键流量 码中 有关少数股东 权益项目的反应 在这块注意 说子公司与少股东之间发生的现金流入流出 从整个极端来看 这个注意 它也会影响它整体的现金流入流出的自己变动 所以这个也需要在合并先键流量中加以反应 那么注意 对于子公司少股东增加在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什么 现金流入流当中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那么要一个单反应 需要需要投资收到的 其中 需要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 那么这个注意啊 这是我要单独反应它的 那么远吧 并不是说我这纯粹抵消啊 是我单独反应它 单独反应这块 我单独反应 我需要少股东那些多少 不是我母子公司的要抵消的 是要单反应少股东那块 我收到多少 此外 你向少股东分利的 那么在筹资活动下 分配股利利润 所支付这里面 单反应下 子公司支付给少股东的 股利利润 前面呢 是那个抵消 这个是把这本单列出来 来反应 因为毕竟我前面说 少股东对我们集团报道来说 相当于外人 外人这块 但也跟我在这有关系啊 所以要单反应下 那 此外 说如果少股东抽回在子公司的权益的 那么是筹资活动产生的限制流量 一个叫其他与筹资活动的有关限制流量 在这里去反应 然后在这里去反应 那再有 对于合并当期的限制流量 计算一个特殊规范 对吧 就是合并当期 母私买子公司 或其他预约单位 所支付最佳当中 那么我支付现金 和我子公司或其他预约单位 本身我账上 所有的限制难物 要抵消 比如说我买你这个企业啊 我买你这个子公司 对吧 我花了假定啊 花了多少 花了七千万 买你整个 但你自己账上 有多少 有80万现金 那千万我花了千万出去 我把你买回来 你这里带了80万 千万我的金额多少 920万对吧 所以这一类 我们是按他抵消后的来反应 那么这个历史是这样的 如果母私支付的现金 大于子公司 所持有的现金的难物的 那么咱们以内进额对吧 进额这920万 作为取得子公司 和其他预约单位 支付的现金额来反应 但有可能我比他小 我支付现金小一总司 是有的现金现金难物 那怎么可能呢 因为我没有 以现金为主要支付 比如说 我买一总司 我主要支付非现金资产 我主要支付的是 那股票 我自己付的现金很有限 我一共就付了三百万 但你这个企业比较大啊 我付的除了三百万现金之外 我大量的都什么 什么股票啊 那公司 那这些不是现金流量 但你自己账上有多少 有八百万的现金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等于我一个净流入 五百万对吧 所以这个进额作为什么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的现金来反应 这么个意思啊 那咱们知道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到这程度就可以了啊 这么一个 那这是呢 咱们来说一下 债权债务抵消 和咱们先准央表抵消 那其实呢 我一直都说 咱们重点 特别咱们终极的重点 就是在前面 长头权益的抵消 和内部销售商品抵消 那内部交易型公司 那个都简单对吧 所以咱们重点在前面 那么本来呢 以往到这就结束了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年呢 又有个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有些内容 其实和合并报表有关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我们还需要把那一波内容 好好说一下 那如果大家对合并报表 有了认知呢 那一部分才好讲 好吧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要有一些 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处理 对于这一类的 一定是合并报表 认知差不多了 咱们再去学 好了 那咱们休息一下 对我们讲完合并报表 这些东西 消化了一下 然后再学来最后一个特殊东西 对我们讲完合并报表